男子用力将椅子踢翻 直接转身走人 老板娘吓了一跳赶紧追出去 桃园一间餐厅客人跟老板娘因为点餐问题 发生冲突 老板娘不断解释 不过顾客的怒气值也越飙越高 双方沟通无效 最后顾客受不了了 一把把钱收回回到位置 拿完东西准备走人前 还气得用力摔椅子 宣泄不满情绪 顾客认为老板娘态度不好 讲话大小声才会发飙 不过老板娘说 是因为他们坐门口离柜台比较远 才会大声讲话 顾客与老板娘都认为对方态度不好 原本可以好好沟通 最后却不欢而散 店家没赚到钱 顾客也吞了一肚子气 记者刘志展王毅的桃源报道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好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 好 好